第九集 正在她脚背上蠕动呢 不由魂飞魄散 尖叫起来 乔娘听到她的叫声 慌忙过来 一看不过是一条菜虫 用手拎开了 一边笑道 亏竟儿真是长人不长胆 一条小虫也笑成这样 郑婆子也说道 别的害怕了 她就最怕这些小虫的 一面说 一面把一碗饭端进房里 让张黑桃吃 初来见来容他们也下学了 忙收拾饭桌 让小娘把饭端出来 给孩子们吃 小娘看看日头说 小叔今儿怎么还没回来 等他回了再一起吃吧 郑婆子摆摆手说 看饿着来容他们 让他们先吃吧 就在巧娘计算着 这鸣发该已到省城时 方拿托人来告知她 一个好消息 方瑶回来了 让她快去见面 巧娘又惊又喜 三哥走了这么多年 没个阴性 大家心里都暗暗想过 或许不在了 只是不敢说出口 还抱着一个希望而已 没想到她真的回来了 由于父母早亡 巧娘与三个兄长相依为命 感情极深 跟三哥方瑶年纪相近些 比其他两个兄长更见亲密 这下听到这个消息 差点喜极而泣了 英来容等人上了学堂 巧娘也来不及等他们下学 只收拾了一下 抱了跪截 跟郑婆子说 我三哥回来了 一家子相聚 只怕有许多话要说 我今晚 却不一定会回来 郑婆子听见方瑶回来了 也带巧娘高兴 点点头说 来容他们有我呢 你只管去吧 把我们新晒的菜干拿些去 这个虽普通 熬几汤来 味儿却好 贵截扶在巧娘怀里 见她提的东西颇重 挣扎着下地说 娘 我自己走 郑婆子和巧娘一正 同时喜道 贵截 今儿说话怎么利索了 不再说两个字 停得两个字了 贵截自己也一正 以往说话 舌头愣是打着截一样 没奈何 只得把一句话拆开好几次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 舌头已经不再打结 说话竟是顺流得很了 巧娘不等贵截回过神来 以示茫茫的拉了就走 嘴里说 你三舅舅回来了 见着面可要记得喊三舅舅 知道吗 贵截儿硬着 脚步不停地跟着巧娘走 到了村口 刚好见着赶驢车的李大叔 巧娘喊了一声 抱了贵截儿就上车了 从田泉村到桃花镇 快的话半个多时辰就到了 巧娘以往是怎么也不坐驢车的 今儿心急 右肩带着贵截儿 更嫌走得慢 也不省那几个铜板了 只催李大叔快些走 驢车只赶一会儿 就赶到了镇上 到了方达门前停下 巧娘还没下车呢 就大着嗓子喊 三哥 三哥 一时要下车 却因为一路上抱了贵截儿 坐在膝盖上的 一时腿麻了 只得先把贵截儿抱着 放在侧边 自己用力揉着大腿 门里面早就有人听到 巧娘的叫声 呼拉走出好几个人 其中一个不上三十岁 长得玉树临风的白面男子 嘴里喊道 巧娘 早已过来旅车旁边 先抱了贵截儿下来 又去拉巧娘 激动地说 小妹 你可没变 还是那个样子 小娘拉着白面男子的手 跳下旅车来 眼中早寒了泪 却笑着说 三哥 你好狠心啊 这么多年来 一个阴性也不肯烧给我们 让我们日日夜夜的 都为你游行着 让我看看 他没变多少 就是瘦了好多 贵截儿仰头 看着白面男子 见他跟自己老娘 有几分相似 知道这便是三舅方瑶了 上去甜甜喊了一声 三舅舅 方瑶刚把贵截儿抱下车时 却没怎么注意他 听得他喊了一声舅舅 这才低头看了看他 见他长得粉嫩可爱 伸出手摸摸他的头 抱了起来细看一下 转头跟巧娘说 这是你的小女儿吧 长得跟你小时候一个样 这里说着话 站在门口一个年轻少妇 拉了一个小男孩 上来喊巧娘的 这便是小姑了 可见着了 方瑶这才放下跪截儿 直指那个年轻少妇 跟巧娘介绍的 这是你三嫂没娘 娘叫姓唐的 又直指少妇手里 牵着那男孩的 这是你侄儿文龙 今年五岁了 原来三哥 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 巧娘暗暗点头 嘴里与方瑶的婆娘 客套着 眼睛却看着方文龙 见方文龙 酷死方瑶 小小年纪 已是俊秀异常 不优秀的 魂龙长得 他跟我家来华 有几分相似 谁说 外甥像母舅 三哥儿子中 就来华 跟三哥最像 前人没来 要来了 跟文龙仗一起 不知道的 定以为是亲兄弟俩呢 方瑶听的这话 直指门口 站着的另一个小男孩说 人人都说 文龙跟他这个小表弟 少华有些像呢 你瞧瞧 像不像 说着 又直指 站在小男孩 侧边的一对年轻夫妇 跟巧娘介绍的 这是梅娘的弟弟和弟妹 唐梅娘的弟弟唐明山 和弟父亲事 听得方瑶介绍他们 忙牵了唐绍华过来 跟巧娘打招呼 大家呼扫喊姑的 认了亲戚 贵姐儿一见方瑶这个三姐 打心眼里便觉得亲切 静静观看着唐梅娘等人 见他们气质沉静 倒像是大家出身的 安安为三舅高兴 这是苦尽甘来了 董事见众人 还没有进门 出来道 怎么这门口 就叙气话来了 还不快些进来坐着 慢慢地说 三弟妹家是茶商 这回带了不少好茶过来 不可多得的 小娘 你可以好好尝尝 众人忙进门 方文龙见贵姐儿去之可爱 伸手过去要牵她 嘴里说 我带小妹妹进去 唐绍华只比方文龙小几日 却得喊方文龙一声表哥 大人又教导说 凡事得以哥哥为先 他使有不甘 却也没奈何 这下见方文龙要去牵贵姐儿的小手 想跟他争个先后 早他一步先牵过贵姐儿的手术的 我带他进去就行了 你颠后吧 嗯 两个小男孩长得都不错 贵姐儿见惯了村里到处撒野的小男孩 有些黑乎乎的 挂了两条大鼻涕 就到处串门 几个哥哥长得虽也不错 气派上却比不上眼前这两个小男孩 方文龙气质文雅 唐绍华却酷酷的 再加上收拾得干干净净 一身崭新的衣裳 腰间各配了一个玉佩 一看就让人觉得 这两个小子家境不错 贵姐儿品度着 眼前两个小男孩 小手被唐绍华牵住了 也不排斥 任由他牵了自己跨过门槛 方文龙唐绍华得了一个新玩伴 登王去搬了自己的玩具出来 给贵姐儿玩 贵姐儿其他的倒不大感兴趣 见唐绍华一对用泥塑成 对作者连在一起的小公仔 笑容可具 一看却是喜欢上了 拿在手上翻来翻去的玩 一边竖起耳朵 听方瑶说他这些年的经历 原来方瑶当日跟了挖身人去挖身 很凑巧的给他挖到了一根成了形的百年老身 他得了身 心愿得偿 真欢喜呢 哭得想起表妹早已故去 他就算是得了此身 又有何用 因此 在深山里抱着身 只是发呆 同去挖身的人 以为他欢喜得呆了 不知道如何打发挖到的这根身 便建议道 你这根身实属难得 若是就近卖了 所得银子却不多 不若跟了别人到金里 买于达官贵人 也好得一大笔银子 方瑶浑浑噩噩的 便跟着挖身人一起上了金 挖身人带着他 果真把身卖了一个好价钱 方瑶得了银子 依旧没个打算 只跟挖身人混着 挖身人把卖身的银子 买了不少的茶叶胭脂 打算跟行商出海 卖了赚多一些钱 建方瑶只跟着他打转 却没动静 不有效的 你既然单身一人 何不也采买些茶叶 跟我一起出海赚钱 方瑶听了 便拿了银子到茶庄 想要买那上等的茶叶 茶庄的火金是东家的一个远房亲戚 平时本就嚣张 刚巧那一日跟自己婆娘治了气 又有大掌柜拿了一大盘新收到的茶叶 让他把茶汁捡出来 他把茶叶放在柜台上 边挑茶汁边骂娘 凡是有客人进来 无不吃了他一两句冷言冷语 见方瑶进来时 冷冷打亮他一眼 见他面目虽俊性 眼神却呆滞 跟肩衣着普通 不像一个要买贵价茶叶的客商 因此双手抱在胸前 离也不离 方瑶见伙计爱理不理的 言语便有些不难 谁知伙计冷笑道 哼 要买便快些 不买便走 别像家里死了人似的 在咱铺子里阴葬着一张脸 方瑶这些日子 如行尸走肉 被伙计一扰 撞到心中伤痛 手里本来正抓拿着 一把铜饼勺子 咬了茶叶文茶香 一怒之下 把手里的铜饼勺子 就朝伙计砸去 口里说 我叫你乱说话 伙计被勺子砸中肩膀 不由大嚷道 好家伙 竟敢打起人来了 因此 恶狠狠地把手边 正挑着茶汁的那一盘茶叶 连同盘抄起 朝方瑶砸过去 方瑶这些日子 吃得少睡得少 脚步本就虚浮 吃伙计这一砸 竟没有避过去 正正地被砸到脑袋上 一下子晕倒在地 伙计这才慌了 叫嚷尖 大掌柜和东家 也来铺离开 自然慌慌地 请了大夫来瞧 大夫只说砸中脑袋 只怕得过几日才会醒 因此 开了药就走了 东家这里 令人问遍了人 却无人识得方瑶 无奈何只得令人先行台会家聊聊 方瑶过了几日 醒来时 生生想不起自己是何人 东家见他略识得几个字 便留他在身边使唤 贵姐听到这里 便知道 后面必是东家女儿 唐媚娘 看中了方瑶 招了为序 两口子恩恩爱爱地过日子 生下一个儿子来 呼应是 方瑶却恢复记忆了 这才领了人来认亲呢 果然 方瑶说的跟他猜测得差不离 贵姐双眼 滴溜溜地转着 看向唐媚娘 心里道 舅舅当时失去记忆时 再怎么看 也应该是过了婚配年纪的人了 你怎么敢接受了 招为夫婿啊 就不怕有仪式 舅舅恢复记忆 记忆家里 还有草头之妻 只把你当妾看吗 唐媚娘如何不怕 她当时青春少女 跟方瑶接触得多了 迷上了她 一心想要招为夫婿 却顾不得其他 即后生下儿子来 暗暗松了一口气 以为不会再生变故了 谁知方瑶却恢复了记忆 说起老家的事来 忙忙的就准备着 要回老家认亲 唐媚娘暗暗嘀咕 也怕方瑶没有跟她实话实说 万一家里还有正妻 这可要如何是好 她自然拦不住方瑶 咬了牙细想了好几回 只得让弟弟和弟妹 也陪了她跟着方瑶回老家 若是方瑶家里 竟然藏了一个正妻 那么她断然不一的 不方便出面的地方 正好叫她弟弟和弟妹处理 自己儿子和弟弟的儿子 也待在身边 却是想凭着两个儿子 分散些大人的注意力 也增加自己谈判的条件 不想回家来一看 方瑶所说的情况 却全部属实 并无半分虚假之处 放下心来之余 却又暗暗怪自己小人之心 且说大家听得方瑶的话 又笑又叹的 方达却不动声色地 观察着唐美娘 见她倒真个对方瑶 情深义重的样子 所生的儿子方文龙 年纪虽小 看着也是一个出色的 这才真正放下心来 董事听得方瑶当初失忆 单单记得自己名字 叫方瑶 笑嘻嘻地插嘴的 你记得自己的名字也罢了 难不成还记得方家 排辈的辈分是文字辈 这才顺着文信 他们的名字下来 给你的儿子起门文龙 方瑶还没答呢 唐美娘这里摇手笑着说 他哪里记得 文龙本来名为飞龙的 他那天记起一切 马上就令人改了飞龙的名字 说飞龙是男孩子 在族中要论辈分秘密 正好他排在文字辈 合着该叫文龙 不能叫飞龙的 我们经理的人 却少有人论辈分秘密的 倒不理论这个 我爹爹听见改为文龙 却说这名字比飞龙还要好些 也就没事说的 从那天起 何家便改了口叫文龙了 巧娘听着话 瞎了一口茶 这才品出茶香了 刚才只顾着万芳瑶的情况 虽喝着茶却没顾得上细品 带得唐媚娘说到文龙 小时候的趣事来 巧娘这里只觉得口齿深香 细闻闻杯底 茶香清幽 似有若无 知道是上等好茶 不由笑着说 三嫂家里不愧是茶茶 这喝的茶果然不由反响 一杯下去再喝其他的茶 只怕是喝不出味儿来了 唐媚娘笑了道 小姑若是喜欢 我下次带两瓶送你 说起来 这茶可是贡品 市面上买不到的 听我舅舅家 是帮皇商采办茶叶 其中的一只人马 除了少数几瓶好茶 他要亲自去茶庄采办 其他的 却是让我爹爹带着采办的 所以我们家喝的 却是外界人 没法喝到的好茶 就这么多喝啊 那你们在买的话 那我就会喝的 能不能喝吧 你喝的 那么就喝的 你喝的 蛮 你是在